据中心经委2月1日消息 随着新疆于1月31日发布202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1省份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已全部出炉 总量方面广东连续35年全国居首 增速方面17省份跑赢全国线 西藏增速第一达到9.5% 从GDP总量上看 广东、江苏、山东经济前三强排名仍窥然不动 浙江、四川、河南、湖北、福建、湖南、上海 分别位居4至10位 2023年广东GDP再创新高 达到13万5673.16亿元 同比增长4.8%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广东是全国首个GDP突破13万亿元的省份 总量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 苏大祥、江苏2023年GDP也逼近13万亿元 据悉还有多地2023年GDP总量迈入了新台阶 其中山东2023年GDP突破9万亿元 浙江突破8万亿元 四川突破6万亿元 湖南基深5万亿俱乐部 辽宁、重庆、云南成功迈入3万亿俱乐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初步核算 2023年我国GDP为1260582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.2% 对比该数据 17个省份GDP增速跑赢全国线 这17个省份分别是西藏、海南、内蒙古、新疆、宁夏、甘肃、吉林、重庆、山东、浙江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北、辽宁、青海 西藏、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 全区2023年GDP2392.67亿元 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9.5% 增速较上年提高8.3个百分点 海南以9.2%的增速紧随西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